日本本土攻陷的话 可能美国要损失一百一十七万人 得死这些人 在美国人命是最贵的 死这么些人美国人不干的 再说在此之前太平洋战场上 首尾战役攻陷硫磺岛和这个冲绳岛的时候 这两个岛加一起 美军就死了将近十万人 代价太大了 硫磺岛和冲绳岛登陆战 美军都遭到了日军顽强抵抗 在硫磺岛 美军二十二万人苦战了一个月 死伤两万多人 在冲舍 美军整个登陆战役长达九十六天 伤亡七万多人 损失飞机七百六十三架 坚停四百多艘 美国第十级团军司令巴克纳中将 也在日军的反击中阵亡 在菲律宾 美军十三万人成了战俘 数万战俘被日军残暴杀害 残酷的战争使马歇尔认为 减少美军伤亡 和促使日本投降的最终手段 只能是核武器 所以在这时候一看 日本人负与顽抗 你不给他点厉害 他根本他不投降 你要硬打的话 最后打赢是能打赢 损失惨重 所以这个时候呢 美军马歇尔上将提出来 用原子弹吧 但是与此同时呢 不仅仅是美国其他个 就连军部也有人提出来 不能用原子弹 为啥用不着 所以日本这就是在这硬扛着的 在咱之前已经对他的东京 各个地方大规模轰炸 东京的四分之一 都已经变成交通了 就是1945年3月9号 那一次轰炸 就把东京弄得都瘫痪了 所以咱也不用原子弹 就接着这么远程轰轰车机 咱们不有B29轰车机吗 炸它一阵 你看小日本投降不投降 所以当时有人提出来 不要用这 所以最后这个决策权呢 肯定是在军方和美国的总统 那么经过权衡的发现呢 确实在攻打日本本土的时候 会遇到很大阻力 而且当时呢 罗斯福总统也说 我们要对他宣告 敦促他无条件 按照波子产公告的精神来投降 日本当时呢还拒不投降 宣布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国务卿 富尔纳斯 那么研发原子弹的时候 美国就也含着这样的意图 我拥有了这样王牌的武器 我就可以对苏联形成威慑 在世界各个地方对你进行限制 感谢这种情况下